哎 哎 我天 竟然发现了一个果子 这种水果叫鱼干果 通常生长在峭壁之上 吃起来先苦后甜 可真苦 果然名不虚传 嗯 potato 竟然发现了一株土豆 这可是好东西 没想到也能生长在峭壁之上 再往上的坡度更加陡峭 不容易攀爬 我还是下去 把这个土豆种植了吧 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放一个农田 把土豆种进去 赶紧浇灌一下 希望它能结出成倍的果实 炼制出汽油 这样我就可以开飞机 去探索更高的地方了 现在我打算去海里面转一圈 这岛屿附近的沉船被腐蚀的相当严重 我有点怀疑它们就是当年玛雅人的战舰 我的妈呀 这里竟然有个巨型大鲨鱼 看体型简直比鲸鲨还要大 看来巨人破坏生物基因的范围 非常的广泛呀 身体还在抽搐 诶 怎么消失了 一瞬间的事情 在这里 我的妈呀 恐怕这家伙一口能把我吃的骨头都不剩 这要转我一下还了得 不过他好像并没有攻击我的意思 我打算把他拖到岸上看看 累死我了 这家伙应该有个几千斤 诶 诶 靠 流得真快 一眨眼就跑没了 那个巨人到底是怎么改变的生物基因 会让这些动物的体型变得如此巨大 野猪 螃蟹 鲨鱼 都是巨人的受害者 我现在在想 如果我跟巨人碰面 他会不会把我的体型也变大 想想就后背发量 真不知道当年来到这里的玛雅人 究竟有什么法术 能够降服那巨人 唉 也不知道巨人现在到底去哪了 我的任务可就是寻找到他 让他帮我回掉手表上的监控系统 可这现在连一个方向都没有 算了 就先从玛雅人这里寻找突破口吧 记得纸条中写到 我只要在暴风雨的时候进行穿越 就会有一段奇遇 那么现在就去搭建一个五星风火台 等暴风雨来临的时候 我就可以穿越一下试试 马上收集物资 准备建造传送阵 先去找几块钢板 五星风火台的五个阵脚 我打算用钢板打造 这样建造的传送阵 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效果 再去看点木材 用木头建造传送阵的阵盘 这种木头和钢板混合建造的方式 应该会对传送阵有加强 再拿一块大石的部分去 阵盘会更加稳定 OK 这些建筑材料应该够了 马上挑选最佳的传送地点 就选在这山壁上 独特的石壁围绕小水潭的构造 说不定有什么特殊的力量在里面 对我的传送阵应该有帮助 木质的阵盘加入坚硬的石头 为何打造而成 比之前纯木的阵盘坚硬了许多 阵脚采用纯钢板打造 在之前的建造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升级 Nice 建造完成 这次我打造的五星风火阵 对比上次来说进行了大大的改建 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挑选了拥有独特格局的水潭上方 可谓是耗费精力 对内部构造进行了微妙的加工 跳起来就能感觉到非常结实 阵盘后面还有一棵老白树 它能生长在这峭壁之上 肯定也有着不凡的力量 有它在后面给我助阵 相信会更加顺利 但愿这次穿越会有一场惊喜 也不确定玛雅人说的 一千年后会有探险家来到此地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 如果真的是我的话 那么既然说了是第一条预言 意思就是还有盛色的预言 那么以后的预言会是什么呢 还套路说下次暴风雨中的穿越 会有奇遇 到底又会是个什么场景 我又会被传送到哪里呢 现在想想 还真有点期待 啊 忙活了一下午 把早上的眩晕肉热一下 今天可把我累坏了 也不知道风火镇到底好不好用 现在只能等着暴风与天气来临之时 再去冒险试一试了 吃完就早点休息 晚上我打算再好好考虑考虑 好了 我是探险家辉哥 今天我发现生物基因的破坏非常康泛 海里的大白沙竟然也变成了巨型大白沙 我又打造出经过综合改进的传送阵 静等暴风雨来到之时 前往穿越 这次一定要试试这个玛雅人 到底是真是假 但愿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同时我也希望 不要把我传送到陌生的地方 这一切的想法都是未知的 只好等待黎明的到来 我相信只要敢于迎接困难 明天就属于我的 晚安啦 小伙伴们